张化县西湖镇公所6号上午抵达花莲市清洁队进行的参访交流活动 由清洁队长吴庆展介绍了花莲市清洁队各项硬体设备 还有人员工作分配状况 希望可以和西湖镇的朋友相互学习 一起为环保永续垃圾减量目标来努力 张化县西湖镇公所6号上午来到花莲市清洁队进行参访交流 受到队长吴庆展和同仁的热烈欢迎 并且由吴庆展来介绍清洁队各项硬体设备 还有人员工作分配状况 希望可以和西湖镇的朋友相互学习 我们也就我们两兆之间的清洁队的工作的内容 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事项来做一个交流 那刚刚我也带领他们到我们的资源回收分宣场 来做一些说明 我想全国的清洁队的工作好像都大概都差不多 实际上在执行层面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相信透过我们两者之间的一个交流 可以让两队的一些业务上会有一些进步 那我也希望说借由我们西湖镇公所清洁队来这边参访 对我们的批评指教 然后能够让我们花莲市清洁队的业务 能够蒸蒸日上能够有一些改善 张化县西湖镇公所清洁队代理队长同时也是建设观光客的客长陈志宏 他表示花莲市清洁队无论是在队部规模 硬体设备上都非常进步 有很多值得西湖来学习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来现场看的结果 因为我们的清洁队现场跟花莲市清洁队的状况是场地的大小就差很多了 因为这边有那个分悬场 那我们的那个资源回收并没有办法像这边一样去做那个当天 当天做分类的动作 我们只能说以当日马上就送到那个回收公司去处理 那未来因为我们有那个公募清除的状况 然后未来那个土地可以来做那个我们清洁队的新的位置 那可以参考这边的分配状况来做后续我们作为借镜 这边可以做借镜的动作 花莲市和西湖镇双方除了互相制证纪念品和伴手礼之外 也一起在队部合影留念 希望透过交流分享经验 共同做好环境维护垃圾渐量工作 借吕慧欢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宝